不过想致富可不能用非法的方式 在台北县永和游民失业的男子 昨天是持刀去洗劫彩券行 得手了五千多块钱 警方随后查出他犯案用的机车 并且在短短的三个小时之内 就把他给带不到案了 落网之后呢 他是向警方共撑 是因为心情不好 才会想着靠着抢劫彩券行 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这次期划面中 这名男子用口罩盖住口鼻 走进彩券行 接下来他跟亮刀进去柜台 表明抢劫 女店员这时马上退后 男子打开抽屉大肆搜刮 本来这名男子拿走一万多块 可是逃逸过程太慌张 钱掉了一大半 在逃逸的时候他非常的慌张 所以在逃逸的过程 因为由于被害人 按了警铃 那么逃逸的过程之中 他的一些现金 也就散落在地上 我们基于屋的机车的车号 那么巡线查获 这个换行 就是如此 这名男子不到三个小时 就落网 警方调查他有不少前科 目前失业 他向警方公称 是因为心情不好 才会抢彩券行来发泄情绪 只不过用这种方式 来发泄情绪 最后可是要付出坐牢的代价 中天新闻 阿贡亚迈 陈乃杰 台北报导